Hello, 大家好, 我是陳天邦 今天會和大家討論2024年甲晨年的十二生肖運程 事不宜遲, 當然是討論我們的主角 主角是誰呢?就是屬龍 屬龍的朋友, 今年你們就是主角 主角通常會犯太歲 我2024龍年的運程書已經出了 裡面有齊十二生肖全年的運勢 迎接九運至強攻略等等 網上訂購的朋友還會附上一張 由高增大德加持的綠道姆卡 快點點擊入留言的連結訂購吧 范太歲我們有分本命年范太歲 沖太歲 害太歲 凝太歲 賀太歲 嘩 那麼多東西, 哪個人打哪個人呢? 首先我會先講一講 范太歲的知識我每年都講一次 那為什麼說本命年同年的生肖就會犯太歲呢? 你想一下, 太歲好像一個神 我們先講到神化一點 神呢? 就是子高無上的 每一年都會有一個直點的太歲 那你當他叫康熙才算 或者乾隆才算 我經常用這個比喻 那假若呢? 你在這個乾隆的年代裡面 如果剛好你的名字 都是叫乾隆的 這些就好像犯了上 那為什麼呢? 所有熟龍的人都要攝太歲 好像迴避一下 就是這樣 那當然啦 不想那麼神化的話 只不過呢 太歲其實是木星 即是他的真身就是木星 那木星每一個年代 即每一個年度 他的角度是會有不同 對人的吉凶和福是會有影響的 而我們講回這個占星 即是西洋的占星上 木星就是什麼? 運氣 所以其實有共通點 然後呢 因為木星 每一年就好像動一格 即是我們叫黃道十二公 不過今天我不是講占星 但是想給大家一些知識 黃道十二公 我們正正要一個循環就是十二年 所以每一年會動一格 就會對人的吉凶和福 對一些生肖不同年份出生的人 就會有影響 那記住 熟龍的人今年就是本命年犯太歲 之餘就是刑太歲 今年熟龍的人叫自刑太歲 自刑是什麼東西 刑就是代表punishment 即是受刑 所以深如刀割 還有今年熟龍的人很容易會自己打自己 例如可能會做一些決定 然後就後悔 所以今年熟龍的人 一定是要自己謹慎少少 做任何決定 不要過分勞忙 或者反過來很極端地 有意不決 就是好像 好像下不了決定 都是一種病態 所以熟龍的人 今年就是刑太歲 刑就是代表殘殺的意思 身體或者財運 全部都是有機會有少許阻底 但我覺得不需要過分擔心 所以記住 有時有些事情 做了過了去 就不要太執著於 哎呀 早知不敢做 你記住 刑太歲 即是自己受刑 所以如果錯了一些事情 或者已經發生了一些差的事情 你繼續這樣去斟酌 或者叫做 繼續想回這件事 繼續好像轉流角 你就是自己刑害自己 即是自己punish自己 根本沒有人困你在監獄 就自己在思想上困住自己 所以很多時候自刑太歲 一個深層一點的意思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就 刑太歲 很多時候就 記住 智商矛盾 所以有些什麼不明白 問朋友 OK 還有太歲當助頭 無喜必有 所以如果你想有些喜慶的事情發生 衝起一下 其實是完全可疑的 可能是想結婚 生孩子 其實沒有人說過 說凡太歲 不可以婚 不可以生孩子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情 在宅一壳裡面都基本上沒有 但是如果你想要有些去化解一下 即是讓整個人好像開朗一點 完全可以 在事業運 今年就有些波動和變動 記住 有時候自己會心思思想動動 但是究竟不是一個好的動動 當然 這個要一個專業的風水師 告訴你 但是今年你可以去動 記住 凡是充犯太歲的年份 不一定要死守在崗位 什麼都不要做 所以今年 如果你本身 去年前年已經想轉工 今年 凡是充犯太歲 有一點點變動 未必是一件差的事 只不過你記得 一定要想清楚 想不清楚的 即是你覺得有些事情 好像還未想得通 問人 剛才說過很多次 華蓋星 是吉星 是為了熟龍的人 會帶來希望 華蓋也是皇帝 或者是官櫃用的雨傘 類似的物體 特別是藝術 比較沽高 沽高 沽高 所以華蓋在命 即在熟龍的人 今年其實可以學一些藝術的東西 或者甚至乎一些新心靈的東西 所以可能是收一下心 做一些meditation 都挺好的 熟龍的人 今年亦都可以 其實 都有一些賭博的心態 所以記住 有些什麼事情 不要只是靠估計 就算你真的做投資 各樣事情 麻煩你做功課 還是那句 我再三提醒你 不懂的 真是問人 桃花 我會有三樣東西 給大家去 即是我的提示 就是三樣一 包容 珍惜 隱讓 那這三樣東西 就是比較 大家要注意的 因為自刑太衰 很多時候也因為自己說的東西 可能你無心 去說一些東西 就傷害了你的對方 所以就有另一半 特別是要珍惜大家的關係 記住 發生了的東西 或者一些不好的東西 不要去很糾結地去執著 即是是時候就要 move on 不要自己punish自己 我覺得這一個 就是你今年熟龍的人 最大的課題 那記住 我剛才說過 有另一半的人 可以一起當三災 可以建議你可以 試試結婚 沒有桃花的人 或者單身的人 今年桃花運 就反而 一半半 可以有些容易地戀 可以在另外一個地方 或者去旅行 或者去其他地方出旅行 可能有一些桃花 是可以的 財運 剛才也說過 不要做一些高風險的投資 就可以了 所以記住 2024年整體來說 是一個具挑戰性的年份 但很多時候 都怪自己 至形態稅 記住 犯錯是沒有問題的 但不要重複犯錯 還有就是 犯完錯 你要懂得去反省 我覺得 就可以擁有 這個形態稅的傷害 好 講到這裡 農年 都有一些 審問給大家 犯本命年 和形態稅的關係 所以熟農的朋友 情緒今年是比較大的 就是起伏比較大 華蓋星照耀 就是會從事藝術 是會有魂行 犯太歲的時候 可以一起當三哉 來化解 年頭去拜太歲 多做善事 洗牙捐血 即應一些要血缸之哉 其實都可以去化解 有危有機的年份 組織準備 有信心就可以成功 財運的波動比較大 所以不適宜是高風險投資 還有單身的朋友 就多些出外 我都說可以去外地 結交到新朋友 甚至乎可以結交到一些伴侶 是沒問題的 語言溝通的時候 多些人讓 然後就建議多些做善事 積福 去幫人 破財都可以當下載 然後到最後 就是一個八百年的熟同的朋友 今年就特別是會多口舌是非 就是特別理會 八百年的朋友 比較多口舌是非 所以記住言多必失 吉祥的顏色 就是比較幸運的顏色 就是青、藍、黃、紅 適合你的數目 就是2和7 那接下來就會說說熟蛇的人生肖的運程 熟蛇的人今年就是男人的運勢 會比女人會強一點 那為什麼呢 就是有一顆太陽星在熟蛇的工位 太陽是指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挺厲害的一個星 就是一顆大的吉星 很多時候就是太衰下面那個位 就是next one就會是太陽星 所以今年我們的太衰在龍 就是龍那個工位 龍之後是不是蛇 所以一定是下一個位就是太陽星 那太陽星 那利男就多過利女 但是不要不以為利男不利女 不是的 只不過男女都黃 但是會比較黃 男性比較多些 所以熟蛇的男性 今年他的運氣比較好些 那太陽 顧名思義就是太陽 發而發亮 那所以在好處那方面就是 如果你是做一些公眾人物 或者甚至乎可能是做一些網上的東西 就是比較要spread out的工作 就是可能要宣傳性 或者叫做散播性 傳染性高一點的 那我就恭喜你了 因為太陽星呢 它的能量就是散發性 散播性的 就是spread out的 那所以從事網絡的工作 就是生意 會比較有數一點的 那第二呢 就是太陽呢 都是代表幫人的 那所以呢 就太陽星發放溫暖給人 那所以呢 就是會令到個人 會有value 就是帶來價值 然後令到他清楚了一些東西 那還有呢 就是會百惡消散 那所以呢 有些顆星呢 我都會奉勸 就是熟蛇的人 今年呢 是盡量去試一下 幫多些人 就是幫人解決問題 就是好像一個consulting 那樣的 那你就知道了 你幫人解決問題 那尤其是你幫人解決問題 就是為工作的話 就更加好 那還有熟蛇的人呢 就今年 它是有這個文昌星 文昌星呢 也都是讀書 考運 測驗 就是這些全部 或者叫做學習 能力也是比較高一點 那通常呢 就是文昌 如果是 就是你是學生的話 那今年就恭喜你 就是你的考運 就是讀書運 就比較會好一點 那但是如果你是在職人士的話 文昌究竟對你有什麼用呢 例如你的工作 是要further 是令到你考一個牌的 就是可能是考一些什麼地產牌 保險牌 就是什麼都行 就是可能你打算是今年 啊不如我去進修一下 完全是一個好的選擇 因為文昌星 就是好像有文昌的加持 特別入腦啊 考運啊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問的問題 你特別是 啊我有溫度 就是這樣了 文昌呢 在職人士裡面呢 都可以幫到你升職加薪 所以就是你的表現 可以讓你老闆看到 因為文昌呢 就是為這個叫做科舉 科舉就是好像 你的名氣會上升了 那樣的意思 就是在office裡面 名氣上升了 就是你的表現 讓人看到 OK 那但是呢 也有個孤神星的影響 什麼叫孤神呢 就是人比較孤獨 就是有時候是會想獨處 或者叫做你的喜好 活動等等 就放在一邊 不太想見人 啊 那那個喉盾點又來了 太陽星本身呢 是比較我們叫outgoing一點 外鄉一點 向外的嘛 就是散發性嘛 孤神星呢 就比較叫孤獨一點 那又散發又孤獨 即是怎樣啊 就是可能呢 是會很多應酬 是會見很多人 但是如果有得比你選 你會不想去應酬 就是我寧願去孤獨 其實本人的小弟的性格 我本身都是這樣的 就是呢 可以跟你講很多話 但是呢 如果有得比我選 長期是喜歡躲在家 那可能是打遊戲 看看書 就是這樣 Anyways 那屬蛇的人呢 今年都會是這樣的 可能他會是 很忙 見到很多人 但是 酷心獨處 那所以呢 如果有另一半的人 那可能呢 就會欠缺溝通 因為他就是想 靜靜地病在一邊 做自己的事 好自我這樣 是不奇怪的 那還有呢 就悔氣聲呢 有時候都會 顧名詩詞 就是悔氣 就是講一下 那些悔氣說話 就是比較喜歡慎 所以記住 想福氣好 想吸引力法則 那些好呢 想活動的話呢 就不要慎那麼多 今年呢 設計鋒芒態度 因為其實太陽呢 都會很光猛 即是太陽星呢 都是橙眼的 很亮麗的 你看到太陽的時候 你會怎樣 戴帽 或者是怎樣 戴太陽眼鏡 遮住光 就是讓他不要 不要橙著我 所以有時候 熟蛇的人呢 如果今年運氣好 就不需要 太過鋒芒態度 就是太過沙塵 太過囂張 就是容易會惹人攻擊 就是惹人妒忌 就是主要 我覺得是惹人妒忌 而且這裡呢 也要說 就是一個天起星 又有太陽又有天氣 所以 就是喜慶重重 如果有另一半的話 就今年 可以選擇一下 結婚 生孩子 天起星呢 也是一個叫做正桃花 紅亂天起 是一坨來的 對角的 所以就凡是紅亂天起 單身 剛剛拍拖 如果有伴侶的 那你可以想一下 今年不如是 我們叫做 拉上天槍 訂婚 甚至乎是結婚的 有伴侶的人 今年呢 也都可以去生孩子 因為天起星 根本就是代表 是盡人口 即是喜慶的 那有些人 喜歡養狗 就是貓貓狗 那些都得 都試過天起星 盡人口都試過 是有些人 在那些年份 那裡請工人都有的 就是請一個僱傭 就是請工人都有的 那就今年 財運方面 是比較消費 是會多些 所以就投資的時候 不清楚的東西 就不要投了 最重要 太陽星 其實很多時候 也是特別愛國的東西 然後 天廚星 是特別是 飲飲食食 所以應酬特別多 例如在一些飯局裡 可以去應酬 或者請人去吃飯 反正有時都會要花錢 何樂而不為 所以多些請人吃飯 可以有些貴人都不出奇 今年的錦囊就是 受孤神星的影響 其實會變得人比較孤獨 天廚星 特別是有口福 多應酬 財運 一半半 不過投資的時候 就要三思 而移手不移工 會有些小破財 都會建議你做些捐錢的動作 或者請人吃飯去化解人 然後就受孤神星的影響 容易會冷落伴侶 所以會影響到感情 即溝通方面比較差 那悔氣聲的影響 有時人會比較負責一點 也容易會有些口蝕之爭 還有熟蛇的人 記住 很麻襯 今年孤神星 但是要叫你應酬 記住是性格來的 即是有很多機會給你應酬 但是你不想應酬 那你想 你不介意去做應酬就行了 大致上熟蛇的人 他們的運程今年就是這樣 至於你們的幸運顏色 有青綠 紅 橙 吉祥的數字 有2 7 9 和4 屬馬的人今年的運程 沒有犯太歲 不過 吉星比較少 今年空星比較多 吉星比較少 但是不代表一定所有事情都是差 所以屬馬的人今年 其實很多問題有機會會浮現出來 但是你有一顆星會幫你化解問題 那這顆化解問題的星叫什麼呢 天解星 天解 解就是代表什麼 解開解 即是解決 就是解決問題的意思 但是有時候你要記住 這些星很有趣 是為了顯示一個這麼能力量的力量給你看 你沒有問題 那要怎麼解決呢 所以很多時候代表多問題 那你就多災多難 然後有了災 又幫你化解 就是有時候命理上面很多事情就是這麼矛盾 有浮沉 災殺 桑門 血癮 很多這樣的星 堆在一起 所以就記住 家人的健康 是特別要小心 然後自己又容易會受傷 就是有些災 所以記住 危險的活動 我就不會建議你去做 那這裡 破太歲是去年的事 但是今年 你要記住 都是比較多空星 所以凡是出現一些空星混雜的事 即是時候 我們不會做一些太大風險的事 就是我們可以保守少少少 那今年呢 事業方面 就記住 因為有天解星 天解呢 其實是幫你解決很多問題的 包括是你的家庭 婚姻 事業 金錢等等 其實都可以幫你解決 我呢 就會比較主動少少的 就是可能本身你已經是 已經去年開始已經有些問題 你覺得老T 很想去解決 但有沒有正視那些問題 你不妨試一下今年 拿些問題出來 真的正視一下它 嗯 可能你會想到一些解決方法 或者可能你問一下人 因為可能你遇到一些旺過自己的人 的機率是比較大的 那你就問人 可能人家會幫你想到一些方法 啊 那就解決了 而之後呢 今年呢 又不可以說你完全財運好差 其實我覺得財運 雖實是空星多個吉星 不過呢 但是呢 都匯合到一個六傳星 即是六傳星都是錢 來的嘛 那所以可能都是賺一些叫做外地的錢 就是要盧碌呢 就會賺錢 那還有就花錢 也是比較多的 那所以呢 記住呢 就今年呢 不要貪圖這個享樂 那不然呢 你會覺得好像 哎呀 總之不買那麼多東西 即是或者 哎呀 總之不買 不要亂花錢 那樣 所以我會覺得 留一些子彈呢 是會好一點的 我就覺得呢 今年 不要去等運動 這個也是 其中一個大的建議 因為匯合到翼馬星呢 翼馬星 和這個六分星 六分加翼馬 我們通常這個格局 就叫做什麼 六馬交詞 那六馬交詞呢 就是代表越動 就會越容易有一個叫做 效果在這裡 越動 就越容易有錢 那所以呢 今年你發覺 如果你的運氣 是一般的的時候呢 教大家一個絕招 就是 虎馬和狗呢 都適合用的了 今年 那就是 屬虎 屬馬屬狗 你覺得運氣一般的的時候呢 即管去過旅行 遠一點的 就可能是離開香港 即是叫做本地 那可能去一些遠一點的地方 就算在本地的 可能是你 住港島區 可能你去 什麼大嶼山 或者甚至乎 可能是新界 那樣 兜一圈 那你越獄呢 你會發覺有些事情是會好 即是或者你去跑步 什麼都行 那記住 不要等運到 即是今年呢 我覺得有些事情都可以去主動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說呢 不如你拿些問題出來去解決一下 那其實正事一下 是好的 那至於另外一些職業呢 即是可能賺錢 即是或者叫做職業呢 如果你一向你的工作都是幫別人去解決問題的話 或者是幫別人去分析一些問題的話 那反而是好事來的 即是可能呢 你今年呢 更加是很analytical 即是分析能力特別好 不知道為什麼 一下子就catch到個 啊 個成因 即是個個個個個個問題的根部 然後再解決下去 就是這樣 那所以呢 你說這個解神星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呢 那其實是好的星來的 即是吉星 但是很多人呢 會很害怕 哎呀我有事要解決啊 即是 他們永遠都是這樣 那我就覺得呢 大家可以正面一點 即是positive一點 不用惹事都是向負面那方面想的嘛 記住要幫你解決問題 就是有些事情 你要連根拔起 就是要叫做是根治的問題 才是一個好的方法來的 然後呢 就今年呢 也都要注意一下桃花 就是桃花方面呢 我就覺得呢 一般般的 因為浮沉星的影響呢 那所以呢 跟那個伴侶呢 有時的關係就會忽然忽然忽然 那也都有很多事呢 因為一些小的事情呢 就會吵架 那所以 今年屬馬的人呢 都是感情呢 包容 忍讓 不過其實呢 個個都要忍讓 不過尤其是你 那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呢 桃花運呢 大概會在農曆三月呢 就會浮現 那所以就很好把機會 結了婚的人呢 有些都有點麻煩 結了婚的人呢 都有點麻煩 那因為天解星呢 那我們在學子微斗數呢 或者叫做算命的時候呢 那解神呢 或者叫天解這一顆星呢 在夫妻公 其實不是那麼好的 雖然你不是一個夫妻公 但是呢 結了婚的人呢 有時一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說 婚姻容易多問題 那意思 婚姻有問題要解決那意思 那現代人的婚姻呢 是怎樣解決的呢 就是有機會是分開 或者叫做離婚 那所以記住 我奉勸大家一句 就是送馬的人 還有遲些我都會說說熟後的人 就是這兩個生肖的人呢 今年跟伴侶 特別有事要吵的 就拿出來說 但是 不要輕然去分開 就是有些什麼的吵架都好 儘量不要說什麼分手啊 你這麼不喜歡的 我們分手啦 就是不用那麼負面的 就是拿些問題出來 大家一起去檢視一下 去解決一下 才是一個最正當的做法 那就是講一下 一個 summary 天狗星的出現 所以容易水肚不復 容易有損傷 有車禍 然後就 八座 吊客這些 那可能 即恐慌 家中都會有些少 叫老人家的身體 不是那麼好的 然後就 剛才我講過解神星的出現 所以就是解決問題 然後就 屬馬的人 自身能力就比較弱些 記住 就借他人的能量 會比較好些 就是成就業務的 進行投資的時候 我覺得少少可以的 我覺得都是要自己做足功課 會好些 正財運反而一般 偏財運有些 還有就是 吊客 剛才也說過 要注意一下老人家 還有 可能會出入一些 叫做 百事 即這樣的場合 不出奇 至於 是不是要 探病問喪那些 可不可以做呢 有兩派的說法 有些就說 有這樣的聲音 就要設計 不要探病問喪 但是有些人就說 你不如去應了他更好 那小弟呢 我覺得去應的 都沒有太大問題 就是去應的 都沒有太大問題 是看你的狀況 即如果你家裡 已經很negative 即是有病 或者是家裡多事 你就不要去 會好些 然後就 農曆三月 逃犯運系特別旺 那就可以 要脫班 就是各樣東西 就可以把這段時機 那吉祥的顏色呢 就有這個 黑、白 還有棗紅色 然後吉祥數 這個布置呢 就有這個 一、三、六、八 還有九 那屬洋的人呢 今年其實都幾多吉星 就是我覺得 今年是不錯的一年來的 那太陰星 太陰星 是代表月亮 那跟太陽 即我們之前說過 屬蛇的人 就有太陽星 那那個就是黃藍的 那你猜一下 太陰星是黃誰 就是黃女人的 因為呢 太陽代表是男士 那太陰 是代表是女士 那當然啦 不是說 記住 不是說我說黃女人 就變成了 不黃男人 就是很多人都誤會 說黃女人 我今年沒有說過 只不過是說 女人黃一點 男人是正常level 那樣的 那樣的 那楊女呢 是今年她的運勢 是比較好一點的 然後呢 主要呢 我覺得最強的聲 都不是太陰 是天月 那什麼叫天月呢 就是天月貴隱 那意思 天月貴隱啦 貴隱聲呢 就是代表是 就是會幫助你的人 就是可能是有時候 會無條件幫你的 那可能是會提攜你 或者叫幫你 或者幫你解決問題 扶你一把 這些就叫做貴隱 那所以屬羊的人呢 今年呢 貴隱是比較多 所以記住呢 通常呢 我都是會偏向你 就是我會見到你有貴隱那一年 我都是偏向叫你 多點出去認識人 因為你躲在家 何來會有貴隱呢 是吧 那所以呢 你一定要出去 就是要多點去見人 你才會知道 啊原來這個人 真的幫到我 或者願意幫我 就是這樣 應該是反過來 有貴隱在那裡的時候 你都給過一個機會 別人認識一下你 是吧 那所以呢 就天月星 那他既然是在那裡的時候 你怎樣可以用盡他 就是 我覺得呢 之前我有一段段片呢 就是有說過 就是貴隱的 首先 第一個就是 你要出去認識人 給別人去認識你 第二就是 你要很清楚知道 自己想怎樣 別人才會幫到你 那很清晰 就是我自己想 達到什麼的目的 或者 你有一個宏大的願景 就是願望 那些人聽到 可能會被你感動到 或者叫我 很敗你的idea 然後從而就會怎樣 幫你 那太陰星呢 就是代表是 女人的星 互陰之神 所以尤其是 特別多女性會幫助你 就是女士 那我覺得 可能是從事一些 女人的職業 就是 可能是美容行業 或者甚至乎 可能是要 對女性居多的行業 可能是會比較幸運 因為太陰 剛才說過很多次 就是代表女人 那也可以是 代表一個 照顧者 照顧者 就是很多行業 都可以是小小小的照顧者 就是可能是老人院 甚至乎 可能是 那些叫做什麼 陪月 當然啦 一時三發我想不到 總之要照顧人的工作 基本上 都是太陰 就是好像我媽媽 然後 今年 亦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春天的時候 可能是財運比較好些的時候 然後 發展是一個好時機 秋天反而 就要不要那麼進取 就是記住 前半段就可以進取少少 下半段就可能要搜一搜 即下半年 我就會 不那麼進攻 記住 有些人都以為 秋天就是修成期 不是的 反而倒轉 雖然今年的運勢是不錯 但都要靠自身的努力 才是 比較積極一點 不要怠慢才行 所以我都會積極一點 去見多些女性朋友 因為你今年的女性朋友 包圍著你 就是容易比較 叫做力大一點 那桃花呢 我覺得可以的 即是無論是男還是女 我覺得桃花都可以 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 你有天月星 天月星會貴隱 所以你可以 叫一些朋友的介紹給你 或者 你可以試一下 叫一些 叫做什麼 媒隱公司 即是一些platform 即是可以是 第三者的 那些叫做 中介公司 去介紹一個 給你認識 以前我們古代 叫做媒隱 現在可能是一些 分戀仲介公司 當然 亦都有一些 叫做什麼 什麼的戀愛 什麼Dating App 那些 這些你自己想 可以通過一些人 可能是因為 你去一個人的 生日會 然後認識了一個人 也可以在一個朋友 一個Party 就因為一個人 而引致到 你認識到 一個伴侶 這樣 那女士 即是可能是 屬陽的女士 今年你特別有魅力 即是可能是 那些男士 即是外面的男士 會覺得你特別有魅力 所以特別是會想追求你 那男 即是屬陽的男士 都會容易吸引到一些女士 OK 那所以呢 如果今年你是未拍拖的話 那恭喜你 桃花魂K 其實是不錯的 而且因為你的夫妻公 會合到這個太陽 即是 會合到這個天氣星 和太陽星 所以網上去認識別人 其實不難認識的 我想告訴你 或者通過一些 app 真的不難認識 合不合是一件事 OK 你記住合不合是一件事 那有伴侶的人 可以是 再一點點叫聲華 都是那句 要多點跟伴侶溝通 OK 其實這個都不理 是甚麼生肖 即是多點跟伴侶溝通 都是重要的 然後呢 就 引誘是會有少少大的 即是因為你今年的人緣 是比較好些 而且每個人 都會想去幫你 扶持你 但你要記住 所以我經常都說 貴隱和桃花的性質 其實很相似 那有甚麼相似呢 貴隱都是喜歡你 我才會幫你 所以喜歡自己的人 有時你知道 界線很凌亂 即是 那個人我看到他 那麼喜歡我 那麼喜歡黏住我 那麼喜歡幫我 我就以為他想追我 即是 或者我以為他跟我有路 即是有東西 這樣就不出奇 所以如果是貴隱的人 就還貴隱 就不要像貴隱 然後變成桃花 按其幫幫你的時候 無緣無故 都和你一起保存 所以 selfies 以婚的人 尤其是這樣 很容易會拌亂了那個界線 可能在工作上面 如果貴隱單 原來是異性 然後就弄到 那些感情瓜葛 就不率作好 所以忘記專家人 今天要與異性 扶剛 network 就刮 density 喜歡人 幫人 但不一定要拌至像桃花 所以是会有点风波的 但如果小心应变应该就没什么 然后财运方面因为贯索 所以有时不要太执着一些东西 不要借钱给人 而且令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 就是因为金钱的瓜葛 而且不要执着 如果投资输了就不要再执着 想着我要拿回一堆钱去再投资 去赢回我的收服失地 这个是最愚蠢的做法 尤其是属羊的人很容易会因为这样 我刚刚输了一笔钱 然后我拿一些新钱去赢回 去盖输了的钱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就有点要小心 又是我的名句 不懂的问人 因为今年贵人声这么强的时候 当然问人 当然要找人去帮 然后总结 因为他有太阴星天月星入宫 所以事业运和财运都是不错的 又有贵人相助 尤其是女性贵人多 记住观索 勾搅这些星对金钱会有些纤绕瓜葛 然后就不要借钱给人 还有就是旺女 就男的是没那么强 但是就不代表不旺 然后就桃花困在农历八月是比较旺盛一些 但是就家中的长辈就不适宜远行 还有就 吉祥的颜色就有红色黄色 咖啡色即是比较叫火同土的颜色 然后就吉祥的数字就有这个 三八二七 这样的 现在就会讲下来一个比较旺小小的生肖 就是熟猴了 那为什么旺呢 因为猴、鼠和龙 我们称之为三合太岁 三合呢 合即是说合得来的意思 就是你和太岁是朋友 那他和你的朋友自己有 他当然会眷顾你多一点 就是意思是这样的 所以你的运气就会 普遍都是比较好一点 还有人缘也是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合呢 也是特别是跟人有和合之意 所以就很多时候会认识到新朋友 或者拍到拖 或者跟人谈生意的东西 就是会合作到了 或者叫合得到了 因为熟猴的人 刚才我说的就没什么犯太岁 反而是三合太岁 但是又不代表说你要很进取的意思 就是反而是有些东西你也是要小心的 今年是非、官非各种东西是容易特别多 所以特别是要注意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合作当中 一会又会引起一些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所以要记住 反而合呢 合得来又会有其他的问题 有时可能你会觉得 一个人更自在也不奇怪 因为有时合作 你就要和人是要去夹 因为两个人有时才会产生一些冲突 磨擦 或者叫做你要就他 就是这样的东西 总结来说 今年那些运气都是比较差一点的东西 都是仍然在人际关系的方面的 因为刚才我说的官符、白符 就是这些星 全会这些三方四正位就会合到 这些星很多时候都会官非、是非 如果你根本已经之前是打招官司 或者有些要叫官非 可能今年就会再继续 或者是最终的 是解决的也不奇怪的 而且因为他那个叫劳博朋友工 就是有卷舌 就是一些是非星 所以记住说话要小心点 不过就会合到一些星 例如三台八座 所以在事业上都容易会升职加人工 就是可能是 你做事方面 可能会我自身的级 就是一个升职 你知道的 很多时候很难会运势方面 因为事业好或是差了 很多时候都会有家有空 可能今年属猴的人 比较差一点的东西 会隐善在一些叫事事非非的东西 事业上就总之明显是会有进步 然后就怎样都会好过刚刚过去的那一年 刚刚过去那一年如果你有部署的话 那么今年农年方面就会有人可以帮到你 或者因为合作的力量 就是不是这个人 可能有人去支撑着你 那未必一定是贵人 但是有助力 然后如果想转工的话 都是一个好时机来的 就是今年都可以有一点叫做逆马动 因为他的对公都是有一个逆马星 逆马星是代表变动 那么变动的时候 记住有些东西不移动的时候 你就可以移动一下 好 可能去过旅行 当然有些都可以改运的 然后就记住 因为有官府的影响 所以就 讲个秘技给你听 官府很多时候是特别是 政府工 或者有一官半职的人 或者是可能是做一些叫做 什么纪录部队什么的 甚至是律师那些 你今年反而生意就可能会是好的 如果做这几方面的 就是这几方面的行业 反而是好的 但是如果是做正常的 可能是打工或者做生意 记住 文件 法律的东西 不要乱斗 就是可能 你不确定的时候 可能你聘请一些专业人士帮你看 然后财运方面 其实今年我觉得 还可以 总之 打工仔 在职人士 今年就升职加人工的机率是比较高一点 但是如果 我都说做生意 或者有一些官非是非 亦都因为这样而破财 也不一定的 而且就跟朋友做生意 最难搞就是 跟朋友 可能有钱人乖过 因为我刚才说过 今年是是非比较多 就是人与人之间 所以如果有朋友的话 合作 今年会因为一些叫做 因财失忆 可能因为一些叫做利益 钱人的东西 可能会吵架 也不奇怪 还有就有五鬼星 五鬼星 在财运方面 记住 五鬼前身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所以有机会特别好赌 可能是死不服气 或者叫做 很喜欢赌 赌完之后 我们俗称叫做鬼闻脚 不知为何 不断赌下去 然后令到你会 就是蝕钱 或者叫破财 所以记住 不要太焦急 不要太劳莽 不要太赌博心很强 然后就去 洗钱 那桃花蚊其实就有三合 就是因为三合生肖 所以就合得来 都是容易可以识到的 所以我会建议 单身的人 今年可以多些出去 识一下异性 那也都是因为合得来 所以有伴侣的人 今年可能都会 相处得比较OK一点 不过都有些问题是要解决的 记住 凡是有什么什么的戀愛问题 都不要轻易说说分开 已婚的人士 或者叫做已经有伴侣的人士 紧记这一样的 总结来说 因为有三合 所以今年的运势 我们叫做偏向是好的 但是就记住是非是比较多 官符声 要小心官非是非 五鬼声 有时也会二神二鬼 还有就是滑倒千的时候 特别要小心一点 有时单身的猴仔猴女 都可以主动出击 因为今年三合 都是有利息人 然后吉祥的颜色 就是有蓝 紫 金黄色 还有吉祥的数字 就是有四 七 二 和六 现在就会说 今年的其中一个主角 我们说过有这个龙 然后另外一个主角 就是鸡 大家都知道龙是配什么 就是奉 龙奉配 当然我们的十字生肖里面没有凤 那就是鸡 就当是凤 就是凤王 2024年鸡 好称是最强生肖之一 运势强就一定是 因为叫六合生肖 六合跟太岁很合格 非常合得来 好像去到另一半 好了 鸡今年究竟有什么强呢 其实是桃花运最强 今年桃花就是十二个生肖里面 最强一定是他 那先说一下桃花 咸词 桃花星 就是绿合 这些全部都是怎么样 哇 人缘非常好 尤其是就是义性缘 那我先说一下这个义性缘 真的可以帮助到自己 那你记住义性缘 不代表一定是贵人缘 可以搞到很乱都不出奇 这个好看你自己这个做法 那义性缘呢 就我觉得 譬如 是一种仰慕 或者叫做喜欢 就是爱慕 就是这种情怀 可以发生在一些鸡的人身上 就是无论是男还是女 所以如果譬如有些工作上的东西 就是钱人上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 我不是说叫你利用义性 OK 就是不要误会 但是呢 如果你想有些人去帮你手 那可能是伸出援手 或者叫做做生意 那些什么都好 那可能跟义性做生意 可能会好一点 应酬那些东西 都是会比较多的了 今年 不用说了 就是如果想有桃花 单身的 即管可以多些应酬 出去多些饭局 一定会有桃花 那然后呢 就今年呢 桃花 和这个叫做嫌慈星 既然是在熟悉那些人那里 那所以有伴侣那些 才要小心 有伴侣那些呢 今年就真的因为桃花多 所以就点点一点 是很容易会惹到 就是另一半会怀疑 多疑 不会呢 那就 那就麻烦了 OK 那你的吸引力呢 就今年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所以很多人呢 会想是 黏起来 你不要说异性 同性都会黏起来 那所以就 就和人家合作 就是找什么 partner 投资者 情侣 那些全部都是有点好处的 那既然呢 他的运势 即桃花云那么好的时候呢 所以做一些人员的一些事业 就是做PR Sales 要见人的工作 那你就非常之好 那譬如我们这些工作 我们要经常见客的 那就很好 就是可能是你的 即你的职业 要对的 主要都是 卖service 给人 就是卖产品给很多的人 那 但是你要记住 如果你卖东西的话呢 最好不要电话卖 就是要面对面 要被人看见到你 即是感受到你的气场 那你才会感受到你的吸引力 OK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提示 那正财运 和偏财运 其实都不错 因为有六合 也有吉星高少 所以正财偏财运 都是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那如果呢 有一些机会 向外发展 其实都值得一试 所以熟悉这些人呢 今年呢 我就觉得不要原地踏步 因为你刚刚过去这一年 冲完泰水 冲完泰水 其实可能呢 对你已经是有些思想上 工作上 各种的冲击 那冲击完了 然后呢 你就可以今年去 move on 去做其他东西 因为刚刚过去这一年 suppose 是学了可能你的lesson 即是可能你已经上了一课 就是想通了一些东西 那农年呢 就是一个叫做 重新出发的年份 那所以呢 熟悉这些人呢 今年呢 很多东西可以重新来过 那然后呢 因为呢 福星高照 也有这个叫做 玉堂贵人 即是会合到 所以其实呢 他不是没有贵人的 那还有呢 今年熟悉这些人呢 都是可以多些去应酬 你也可以多些去应酬 请人吃饭 那还有呢 也有一个小号星在那裡 那所以呢 其实洗钱都是多 赚到钱 又洗到钱 那还有呢 因为呢 六合呢 就是刚刚熟后呢 就是三合吧 三合 六合 以为和合 即是结合的意思 那所以呢 跟别人合作得不得呢 可能跟别人去签东西 谈谈合作啊 那些人的合作 那些那些 全部都是有来的 那 所以跟别人合作 打天下 其实我觉得OK的 那在这个 桃花困 刚才已经说了 就记住 有好又不好 好的就是因为 很多異性欣赏你 不好的就是 你自己要检点一点 有时候 也可以是搞得很乱的 当然啦 又未至于去到淫断 但是可能是有很多熟悉的人 是有机会是这样的 那还有呢 也有机会心想事成的 所以呢 就个人就正面一点 那就今年呢 可能吸引力法质那些 是特别有效的 那 那来一个 summary 就因为有龙德 紫微星 两粒吉星 那所以运势是比较好些 有些大的发展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回合到这两粒星 那然后呢 就在事业上呢 容易有这个新的突破 建议今年呢 就要多些去社交应酬 那扩大你的生活圈子 增强你的人际网 那也都要远行呢 有才可以得到的 那所以不妨可以试下向外发展 那二分的人士呢 或者有另一半的熟雞朋友 是要多些关心你身边的人 那就是你的另一半 那那 记住因为你会认识到很多不同的朋友 就是或者叫異性朋友 可能会惹来一些叫誤会啊 就是自己都会多心啊 就是自己要点点一点 那还有就 不要因为这样而影响到自己那段感情 那吉祥的颜色呢 就是红啊 橙啊 黄啊 就是火头的颜色 那然后就吉祥的数字呢 就是三 八 二 七 六 和狗的 现在呢就会讲 有一个主打生肖之一 那叫做熟狗的生肖 那狗为什么又会是主打呢 因为在农莲里面 狗就叫做冲泰水 冲泰水呢 就是那么多种犯泰水里面 是最为动荡 最为激烈 就是每一年都一定有一个 是冲泰水的了 就是你知道的 冲泰水和冲 冲就是容易会冻 冲就是什么呢 引起变化的意思 那所以熟狗的人 今年是容易有变化的 就例如搬屋 转工 甚至乎有些东西 是不知为什么 就迫着你转 就是可能是你的思想上会转 冲击 就是可能有些东西会很冲击 就是或者叫做真的 就是转工 那所以呢 冲泰水的年份 就有两个说法 有些old school 一些的说法 就是说 你最好冲泰水的 就什么都不要做 就是避免 就好像有什么大的动作 但是呢 小弟呢 就是有少少不同的 反正都是冲的 你不如回应它吧 所以 我觉得呢 有很多时候 又不用太过紧张 就是你说什么冲泰水 就是一定要 哇 什么都不要做 很害怕啊 就是这样呢 那年年都有人犯泰水的啦 是不是呢 年年都会有 有些人会有些动动啊 冲动啊 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呢 不用那么 不用那么被动的 就是冲泰水那一年 反而呢 我试过这么多次 我建议过客人 冲泰水那一年 我说 反正有些东西你想做的 那你就不如试试做 就是反正你也想搬屋 那不是冲泰水那年 你就搬吧 那搬完之后 那就好滴滴 那就没问题了 那我都说过很多次 小弟呢 亦都是在很多很多年前 就是十三年前 就是冲泰水那一年呢 小弟呢 就是创业的 那这个是我人生中 做得最对的决定 那之后 我亦都见过有很多人 冲泰水那一年呢 他反而不是差 反而是非常好 是一飞冲天 冲泰水嘛 所以呢 不一定差的 那至于究竟他是 你差的那只冲泰水 还是一个好的那只冲泰水呢 我很难很概括地 就这么说给你听 但是我只是想说给你听 你起码有一半的几率 是会冲得比你 即现在的状况更加好 即不一定是向差那边冲的 但是你记住 很多可能外面的书籍 或者其他人 会说到冲泰水 哇 糟糕了 真的不行了 真的好不行了 或者叫做最差 不是的 所以冲泰水呢 你记住 很多时候冲 就会走出一个机会 机会 是很多时候 也都要自己去把握 或者甚至乎 自己去想一些东西 创造机会 行不行 那就说一下吧 那其实呢 他也有个国印贵人 所以国印贵人 尤其是在一些长辈方面 那长辈容易帮到自己 所以很多时候 就向上去尋找 这些叫做助力 那可能是老板 或者叫长辈 家里的什么 阿公 阿爷 什么老爸 那些全部都可以的 那另外呢 就是 冲泰水呢 很多时候呢 亦都是代表一种叫做性格 就是有时 个人真的会不会怎么样 冲动 冲动是真的会的 那如果你觉得自己 好像太魯莽 即是没有什么想法 后果 然后就早些决定的话 那你可以拖慢一点 是没问题的 我只不过 我常常都说一句 冲泰水如果本身 你去年开始已经想决定 有些转变的话 不妨在今年冲泰水 你就做了 那然后呢 冲泰水呢 记住情绪呢 的耐性呢 是比较差一点 所以和整体呢 那个叫家庭运势 就可能和家人相处 情侣相处 那可能你没什么耐性 那就容易吵架 那就是冲动 那还有呢 就是 破财的机会呢 是比较多的 逢冲都会冲散 就是你的财也会冲散 所以如果有些钱 你也是想去 就是去买一些保值的东西 记住啊 我说的不是一定是投资 反而是买保值的东西 就是买黄金啊 就是买楼啊 那我就觉得 你想认去破财的话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或者认一些钱 花了下去 是解决一些问题的话 就是用钱解决问题呢 我觉得都可以的 就是熟狗的人 今年是很昇宜的感触 那大号 就因为是 为何说花钱呢 就是因为这颗星 大号就是好选的意思 那所以呢 其实今年呢 就整体 我不是说完全没有的 但是就 真的整体来说 西线好多 那还有就 记住 起起伏伏呢 就比较大些 那尤其是呢 八二年的狗仔和狗女呢 就冲得特别好的 就是比较 就是这个年份出生的熟狗的男女 那我觉得 今年是偏向都是好一点 那 那记住 有些人呢 喜欢稳定的生活 有些人喜欢是 叫求变 那 没说是怎样的 但是我呢 就偏向是believe 就是我就比较相信一点 你就算坐在那儿 好像什么都不做 打算是上班 那天天是 很安全地度过呢 可能上天都会有一些冲击 是不知怎样大给你的 那与其是这样的话呢 那我觉得 不如自己去想一下 有没有些东西去冲击一下自己啦 那一般来说 我都会建议那些人呢 可能学一些新的东西 新的思维 新的朋友 新的圈子 冲击一下自己的思维 那可能有些东西呢 会学到的 那然后呢 就桃花 因为冲犯太岁的年份 那其实我觉得呢 冲起是 可不可以是一个option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你记住 以你平时 用开的派别 或者你听开的师傅 他怎样说 就是因为有些浪人家 他会比较介意 喂 儿子 你干嘛冲太岁那年结婚啊 什么东西 会不会不是那么奥 有些人是这样觉得的 所以记住 是不同的派别 会有不同的说法 那就 整体来说 冲太岁呢 就是容易有变化 情绪是比较受影响 暴躁一点 还有就是 进取的朋友呢 就有危有有机 这样的 你会记住 有些人就觉得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这样 你用这个方法都好 你记住 你会觉得 哇 冲太岁危险啊 什么都不做 那是可以的 OK的 是可以的 那然后呢 就记冲动 三思遥后行 就是三思遥后行 那还有呢 就可以多些晒太阳 那就可以增强到整体的运气 那单身的朋友呢 可能桃花运呢 会出现在比较年尾一点的时间 可能大概是农历十月左右 就是天气凍的时候 记住就 冲太岁呢 就是比较我会叫你去涉太岁的一个生肖 那其实你说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 骇太岁啊 什么形态 那些什么 那你也是要去涉太岁 但是就 冲太岁 我是会比较 真的会叫你去涉太岁的那个生肖 那然后呢 就吉祥的颜色 就有白 蓝 灰 和这个中黄色的 那然后呢 就幸运数字 就有4 8和9 好 现在说说属珠的人 你们在这个农年里面的生肖 运程会如何 那属珠的人呢 恭喜你啦 你就是今年 我想都三甲以内的生肖 直向西生肖 那有这个紫微星啦 龙德星啦 就是一些比较大一点的星 那所以呢 紫微龙德这些大一点的星呢 可以有事业上的大发展 就是你的 如果你的想头 或者叫做你的思想格局 是比较大一点的话呢 那就只会更上一层楼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紫微星也是特别一些叫做 都好像贵人星那样的 那所以呢 主贵人扶持 那全部东西基本上都可以逢空化吉野 那所以呢 人际关系各方面 就是全部都比较好一点 那 那红联星洞呢 就属珠的人呢 那如果今年你单身的话 那红联星洞 就是比较容易会遇到一个好一点的伴侣 就是正途花 那我们叫做 那有另一半的人呢 就今年可以考虑一下 可能是有升华你的你的感情 就是例如可能是单身的 就会变成拍拖 拍拖的就变成定婚 定婚的就结婚 或者结婚的就变成生子 就是这样啦 就是升华 那属珠人呢 那我会奉劝一句 所以说今年整体运势都是偏向是比较强一点 好一点 那然后呢 就是各方面都挺好的 但是呢 就有个暴霸星 暴霸星呢 就是说 好像得意忘形那样 上上上上上 之后突然间呢 会逛一逛下来 都不出奇的 就是会有一些是会是这样的 所以呢 就有时呢 谦虚一点 不要认屎认屁 就是或者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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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为意的期间呢 呢 就会 这样插下来的 那又不是说输了 就是可能是会本身 你赚了那么多 就是因为惯下来的东西呢 就真的又输了一些 所以在投资那方面呢 记住一定要懂得去take profit 其实任何投资都是要懂得take profit 不过尤其是你 就是属猪的人呢 更加要是 那还有呢 就不要 就是暴霸星呢 很多时候就是 记住这个性格呢 就是不要太过囚 就是谦虚一点 就是不要太过叫做 叫做 叫做 那因为呢 很多人也都会妒忌你 那所以呢 就记住 属猪的人呢 都是记这个 这个锋芒态的 那整体那个叫做 人际关系 其实就不是差 但是呢 我也是觉得呢 就有机会是因为你疯狂太老 所以才会有是非的 那属猪的人呢 就事业上 因为有这个 子媒啦 隆德啦 这些的升加持呢 所以多些去结交朋友 那这个是一定会有用啦 在职人士 又容易升职加人工啦 那还有呢 就如果做生意的人 你可以 又是将它升一升华 就是可能是expand 就是可能是有些生意 就是可能是托子业务啊 就是这样都可以的 或者你的思想格局 你可以再升一升 就是本身可能已经有一家店的 可能会想一下 啊我是时候要expand 或者是一间变两间 就是这样啦 洞杖呢 其实都会有 可能是会特别容易搬屋 就是属猪的人呢 可能是特别容易搬屋 可能是越搬越大都不出奇 那然后呢 就在那个叫桃花方面呢 强的 所以就今年 因为她的夫妻公 就是属鸡那一格 就是属鸡那一格 就是夫妻公比较强些 不过听不明白 不要紧要 就是 就是桃花品 就是桃花品比较强些 那然后呢 所以猪那些人呢 又有红联星 又有正桃花 又有其他的那些 那些不是叫不正的桃花 就是总之 没有那么正的桃花 都有 所以呢 就记住 已经有另一半的那些人呢 都不要煞煞滚了 就是安安定定 就是对另一半有承诺 那是会好些的 那还有呢 就都是会忽冷忽热的 就是暴敗星呢 就是好像一时就热情如火 一时呢 就完全很冷淡的那样 或者是你追求的过程当中 是啊 开头呢 可能呢 很热情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突然间 不找啊 就是好像是没有人找你啊 或者叫做是好像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没有人追你那样的 就是可能那些男生追追你一下 跟着之后呢 就啊 停止攻势 那所以呢 那可能呢 你会觉得 那些人呢好像都难以触摸 那样的 记住呢 也都不要借钱给人 因为呢 有暴敗星呢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拜的不是你 就是可能是因为那些人呢 就拜了你的钱 那然后呢 就 属珠啦 那因为吉星高照啦 所以就叫做是 溫西是不错的 那然后呢 有暴敗星呢 那所以呢 叫做财运 感情运呢 容易有一些起伏不定 就是有时非常好 都会顶点 然后呢 就跌下来 那就是今年呢 都是多类性为引赢 那然后呢 打工仔呢 都会得到这个上司 和老板的提携 所以有望这个升职加人工 那财运都是不错的 那然后呢 就做生意的朋友呢 就商机呢 就是比较多 那然后呢 就不要做一些危险的动作 那然后呢 多些出席这些 不是饭局啊 啊 那所以你脱单的机会 都是比较大一点 那吉祥的数字呢 和颜色啦 先讲颜色啦 就是这个 紫红色啦 白色金色啦 和咖啡色的 那然后呢 就吉祥数字呢 就是四五六九 好 一同三都可以 那现在讲一下熟鼠的人 他们今年的运程如何呢 那喉鼠龙啦 我们都经常都说的啦 我们叫三合 就是三合 就是和泰瑞有些叫Friend 那虽然呢 熟鼠呢 就和泰瑞今年是Friend 就是三合泰瑞 但是 他的吉星又不是说很多 就是他的吉星呢 就是只有一个粒 那叫象星 那象星是一个什么的星呢 象星呢 就是代表是领导能力 那就是很多时候呢 是代表是因为自己的领导力 而去化解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记住 你不懂得带天 不懂得用人 不懂得去做一个领袖的话呢 那熟鼠呢 今年就 你有很多的问题 就未必会解决得到啦 但是如果你敢站出来 去Lead on一些人 或者你好像一个Leader那样呢 就是我们叫take grips 就是take responsibility 就是为自己的action 各种事情 决定 负责任呢 我相信你会有很多问题 会有很多的 如果已经是一个老板 或者是一个高层 中高层 领导层 反而恭喜你 你是特别容易有 一些老板的魅力 或者是领导人的魅力 一个领导人 和一个Boss 的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领导人 将星是我会跟你一起 我带领你去打仗 那就不是代表我要点你做事 就是不是那只 所以将星记住 可以运用下自己的Leadership Skill 然后呢 然后呢 白虎 披头 天虹 这些星 是比较差的 所以 白虎 因为会合到 叫 五鬼 官符 或者叫 凝害 的星 所以 白虎 官符 子辈 这些星 代表是是非官非的星 所以属鼠的人 今年都是是非多多的一列 言多必失 所以 今年 因为是非较多 你越说得多 就越容易被人误会 而且 我都会建议你 是小说话 多做事 而且 他有五鬼 会合到 那就会合到 那五鬼呢 就是这个神杀之一 那是 是代表智窮 學窮 民窮 命窮 以及交窮的 即是这五个神 就狼狈为奸 所以就导致命运 就不太顺 不过 我会另外一个阶段 或者叫另一集 我才会慢慢再讲 好 属鼠的人呢 都会是因为家庭事 琐碎事 就会引起一些 叫做 情绪的影响 也不是说 一定是非 总之会有点烦恼 所以做任何的事呢 是会无故 就生这个烦恼 那 因为 五鬼的入供 所以记住 不要赌钱 凡是五鬼呢 有些人说 五鬼运财 不过我们今天 不讲那么长的蝙蝠 就是五鬼运财 不是 立与用的 也是另一套方法 OK 但是五鬼呢 很多时候 就真的 就是五鬼前身 就好像抓住你 那样 所以好像赌钱的时候 就会鬼问脚 就好像有些东西 不让你不赌 那样的 所以有时呢 就五鬼 我们要小心 不要那个赌性太强 都可以了 记住 不要留恋信人 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就要三思遥后行 而且 幸好都有一个叫 三台 将星 就是这样的 照耀著 所以很多东西 都有机会 是因为你的 Leadership skill 就是一些叫做 领导力 而得以化解 而且 不要留恋去 签文件的东西 就是 帮人家处理文件 或者叫做 帮人家签东西 自己要小心一点 因为特别容易出现一些文件问题 刚才记得我说过 什么白虎 官符 这些是什么 是代表一些 官非是非 文件问题 也都是白虎 其实都要注意 就是一些叫做 交通意外 所以今年熟暑的人 开车 其实特别容易 会有少少交通意外 所以这个要小心 因为它也有三台 和将星的 会合 所以熟暑的人 有未止去到差到 哇 好像什么都差 都有这个升职加人工的 不过我觉得 在职人士 就比较简单 在职人士 可能是会 升级一下 去升级 这样的 但是 做生意的人 特别要注意 法律上的问题 和他们会有些 争执 就是诉讼的影响 还有 记住 不要和他们那么多计较 反而会少了些是非 所以我觉得今年 就适得想些 就是一个领导 不会跟你临练去计较 所以就是一个好的领导 他很多时候 就会先付出了 然后其他人 才会拥护他 就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单身的人 就今年 其实呢 鼠个公位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桃花星 去眷顾 好彩 就叫三合太岁 凡是合的 都是特别和合 就是都容易会 会认识到朋友 那样的意思 所以就熟暑的人 今年呢 不介意的 都是出去多些应酬 然后感情上呢 我觉得如果有伴侣的人呢 今年是比较多烦恼要处理的 所以我能和另一半 沟通的时候呢 会因为一些小的东西 就会去吵 甚至乎 可能因为一些意见不合 就是可能 你有你的观点与角度 那你另一半 有他的观点与角度 然后大家不同 就会产生一种磨擦 然后呢 已婚的人士呢 都可能会有少少的欲望 所以呢 记住要懂得去拒绝人 还有呢 有时会惹起一些 叫男男女之间的误会 OK 那在财运方面呢 就没有财星的照耀 所以财运就一般般 打工小的东西 我想正财 即是稳定财的方面 可能会好一点 所以记住呢 如果太过赌博性的东西 不是太熟悉的东西 打算博一局的东西 我建议今年也是不要了 那就是会比较大喜大陆一点 那今年呢 五位入宫呢 就小心破财 那生意上 小心一些小人的陷害 那之后呢 就 处理文件的特别要小心 或者容易撞车 情绪特别容易波动的 容易做错决定的 那三台和涨星照耀 其实都有升迁的机会 那之后呢 打工仔呢 都会容易得到上司 老板的上识 那就成功呢 都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的 那之后呢 就已婚的人士 或者有伴侶的人士 那呢 会因为一些人的闲言闲语 那会影响到感情 所以说来说去 都是人的问题 那还有就想脱单的朋友 那我会比较建议就是 可能是农役五月份呢 多些出去认识人 或者是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那吉祥的颜色呢 就是这个金铜水的颜色 就是白金银黑灰蓝 那之后就吉祥的数字呢 就会是 一三六八九 就是这些数字 那牛呢 其实今年都 是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生肖 就是很坏半参 那还有牛呢 它都有少少叫范泰岁 但是它这种范泰岁呢 就是我们叫破泰岁呢 其实我就很少看的 就是我觉得呢 真的都不当是 真正范泰岁的一种 但是当然啦 你想去摄泰岁的朋友呢 你可以这么做的 好了 熟牛呢 今年就是 天德贵人星 玉堂贵人 福星 八座 这些全部都是什么 好的星来的 但是它有一堆不好的星 那所以呢 又有凶星 又有吉星 那就是怎么样呢 那即吉凶半参 但是我就觉得偏向好那边 多个是坏那边的 那好了 天德贵人 或者叫玉堂贵人 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容易会有人帮助 就是容易有人帮 那还有呢 它的对面 刚好呢 又是天悦贵人 那所以其实呢 今年呢 说来说去呢 熟牛的人呢 我怎么看 就算有些很差的星 都是多贵人帮助的 所以有人提携 有人帮助 有人去指点你 就是这样的 因为天德贵人 就是为护任 就是护任的星 就是解救 可以得到这个神明的保佑 那所以呢 你今年呢 就拜得神多 就自有神庇佑 那所以如果你有 相信一个叫 Higher Power 或者叫宗教 或者是不同的神 那装香拜神那些呢 那今年可以的 升职加人工呢 是特别容易的 那我觉得你今年的 升职加人工的 機率呢 是特别高 那所以呢就记得 稳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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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 如果你是在职人士的话 我相信你的老闆 必定是会 看得到你的表现 那如果是一个 叫做生意的人 那今年 我觉得都不是说太差而已 那当然了 都是有点是非的了 都是有点是非的 但是 overall 那我觉得呢 都是有一种upgrade的意思 就是可能是 你的生意 可能是越做越好 终于稳定了 可能经过 刚刚过这两年的拼搏 那然后呢 今年呢就 OK 比较好一点 还有呢 这里呢 都有一些叫卷舌啊 就是有些叫做 勾搅啊 寡宿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跟人与人之间呢 那可能都会引起一些 叫做口舌口角是非 争执 麻烦事 那所以呢 我都说了 为什么又有吉又有空 那所以呢 有多时候我觉得呢 整件事呢 可以是你跟人争执的时候 突然有个中间忍 就是有个忍出来 啊 给一下免了 就好像做一个和事佬 不出奇的 就是今年呢 可能特别容易会发生这些东西 可能有些人不会帮你调停 记住 跟人有争执的 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机会 可以叫一个和事佬出来 去摆平这件事 是很有可能可以这样发生的 肉堂贵人呢 那我的解释呢 就是金肉满堂 那所以呢 就肉堂贵人可以帮他 找到钱 那所以呢 熟牛的人呢 如果是想转工或者创业的话 今年呢 其实都是一个好的时机 勾搅呢 就是勾者 牵连之业 搅呢 就是基本之命 那所以呢 就有基本有勾的 就是 所以呢 容易和人呢 是会有分歧 即是或者意见不合 那所以记住呢 就到最后呢 是会不风而生的 所以记住呢 跟人合作的时候呢 就有些什么事情 你反而呢 一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不喜欢的 就不要假扮喜欢 即是呢 你好好地去说呢 令到大家理解的问题 是会好些的 那还有呢 就打工仔的朋友呢 就记住 不要此财奥物 囂张 那就是低调一点 謙虚一点 那我觉得呢 是对你 即是贵人才会看得起来的 我觉得 为何说呢 今年呢 脚踏实地做事是最好的 那然后呢 就桃花方面呢 就桃花机会 其实我觉得 还可疑 就是呢 又不是说得这么差 那虽然呢 有寡宿星 就出现了 因为孤神寡宿 唯一凯的 那孤神呢 就代表孤独 宅男 宅女 寡宿呢 就代表眼角高 不懂风情 那男派孤神 女派寡宿 那所以呢 尤其是牛的女呢 可能今年会 就算遇到很多 可能是異性 或者是一些对象 不知为什么 你个个都会挑剔到 他们的问题 这个又说不适 那个又说不适 就是可能呢 这个有钱 就说他不英俊 这个有钱又英俊 又说他不够高 就是 很多这些问题 会出现的 那所以呢 就寡宿 孤神 两个都代表是有种孤独的心态 就是有时呢 宁愿自己一个人 都不愿意去应酬 那所以 就反过来 我也是会叫你多些出去 可能是 认识朋友 或者是和别人去吃饭 给一个机会 别人去认识一下你 那然后呢 就反而呢 有伴侣的人呢 那其实呢 他都会合到一个叫做 是熊联星 那所以呢 有伴侣的人呢 那其实呢 都可以去更新一下你的戀情 但是呢 就记住 和另一半呢 都是多交捞的了 就因为呢 我都说过了 卷舌 勾饺 就是搞杀 这些 全部都是容易引起一些叫 不会口舌之灾 所以呢 记住 今年 小说话 多做事 不要乱去卷入别人的问题里面 财运方面呢 就不要 不要常常追随一些叫小赌消息 就是可能外面说 啊 吹这只股票 怎么好怎么好 那些呢 就你不要搞这些东西 就是 我想呢 你都是 要是 要是就问专家 就是最精的那些专家 要是呢 你就自己做功课 那 不要靠其他人 那还有呢 记住呢 跟人家合作的时候呢 都是要小心一些 大家 promise 那些什么事情 就要履行回那个责任 或者甚至乎 履行回你的承诺 如果不是呢 就是会引起 尤其是非 就是大家 有些叫意见不合呢 就是这样引起了 我自己觉得呢 就是 玉堂啦 天德啦 八祖啦 这些全部都是吉星来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呢 不用那么担心的 那 并没有那些人说到 哇 熟牛啦 犯太税好差 那不是啦 那之后呢 就有空声 但是呢 很多时候都是厚洩的东西 人制关系的问题 那之后呢 牛女呢 尤其是受寡宿性的影响 所以 会对对方特别挑剔 或者对一些追求对象 特别挑剔 那之后呢 就投资买卖啊 各种东西呢 不要麻木去跟随一些 叫小道消息 那之后呢 就懂得包容呢 相信很多小事都可以犯毛的 那之后就 幸运的颜色呢 就是黑 灰 藍 还有就幸运的数字呢 就是1469 那现在到了熟虎啦 熟虎呢 其实没有什么 特别什么犯不犯太税啊 或者叫做合太税那些 没有什么 但是就 也有两个叫吉星 那其实就 就要问我呢 马星呢 即是逆马星 其实它究竟是吉还是凶呢 嗯 很难定断 不过呢 大部分人都觉得它是吉的 那它 遇到什么吉星 它就会 类似吉上加吉 但是遇到凶星呢 就是凶上加凶 那就是逆马星 它今年呢 就和一粒绿传星 即是六分星 一起 那在紫微斗数的一个格局 就叫做绿马交池 绿马交池呢 就是说越动 就是越远行 越是劳碌呢 就越容易滚动到那些钱回来 那所以呢 就劳碌中得财 那今年呢 熟虎的人呢 是绝对可以 远行或者劳碌中去得到钱的 就是去赚钱 那尤其是呢 如果你的工作呢 是涉及可能是要出外工作 或者去外地工作 就是一来一回那些那些 或者是要短短地 是要开拓另一个市场 就是或者要对外地人 全部都你会有一个好处的 那譬如 也都可以有一些职业 就是可能是司机 就是开车 就是或者可能是 真的要 要体力劳动的工作 那你都会是特别好运的 那因为逆马升 正正就是特别什么 可能是劳动 动 就是叫做走来走去 这样的 那所以呢 今年呢 熟虎的人呢 他的逆马运都很强 就是就算你不是做以上的工作 那可能你都会特别容易去旅行 就是或者叫去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感觉就劳累一点 就是我们英文就叫做restless OK 就是感觉劳累一点 那如果你是做官的话 恭喜你 就是政府工啊 官啊 就是那些呢 但是呢 就是代表一种叫升职加人工 那就是因为呢 贵人啊 或者叫做是官呢 建议马呢 就是主升迁 书人建议马呢 就是主劳碌 这样的 那然后就 因为呢 六分星呢 就是这个钱财 所以呢 最有钱的那颗星 正正就是这颗星了 所以熟虎的人呢 今年财运 其实是非常之不错的 那六分星呢 就是现兜兜的钱 或者是物质 那所以呢 今年呢 物质上面 就基本上都不会缺的了 那记住 有吉星呢 都会有空星的 那空星有哪几颗呢 天狗 吊客 天哭呢 那这些星呢 就真的呢 对家人就不是那么好的 尤其是呢 家中的长辈啊 或者老人家 那些东西呢 是特别要看着的 那恐防家中都会有白事 那也都是有天哭星的影响 就是会回合到 那所以呢 情绪上面都会容易有少少问题 那就说回这个事业 记住 刚才我都说了很多好的东西 那要注意些什么呢 就是恐防都会有一些小人 就是理智当头的真情少 那所以呢 小心 会被朋友出难 那就 因为呢 这里都有说 帮你的人都会有 小人都会有 那你记住呢 这个世界里面呢 不是单线行手的 有帮你的人 同时也会有小人出现的嘛 你旺的年份 即是可能有财运 好旺的年份 但是都可以代表 你有很多其他的事烦的嘛 那其实呢 你要知道呢 每一个工位呢 就不是值得好 接着就不好 不是这样的单向性的嘛 即是有时候呢 你会记住人 之所以是人呢 就是因为複雜的嘛 即是你会有吉的时候 又有空 即是可能呢 工作运很好 但是感情运欠戒 即是可以这样的嘛 所以呢 你会记住呢 有些工位 可能我说 又是这样好 但又有一些事情不好 是正常的 即是没有人说呢 哇 你又说我今年好的 就住年之后 那为什么你现在又说不好 那真的怎样呢 不要说是同一件事 是好加不好的嘛 即是你可以是 在赚钱那方面是可以很好 但是 亦都是很多是非 即是有钱 那可能你分钱的时候 就复杂 复杂的时候 就引起是非 就是和朋友吵架 可以的 没问题的 那亦都可以是 你创业的时候 即是可能创业的时候 然后呢 啊 找到投资者 哇 找了一千万回来 那但是 你又要不知怎样 跟别人呢 可能叫分了去 那就引起一些是非 不过这些 我们用后再说 那属肢 那属虎的人呢 那今年呢 可以拓展这个海外市场 那亦都可以去些远的地方 就可以得到远方才 那桃花方面呢 就因为有逆马性的影响 那如果单身的人士呢 就不妨可以试一试 就外地 可能会有一些美丽的蟹后 也不奇怪 那外地呢 亦都是外地人 外籍人士 或者一些叫做 是外地的app 那你都可以去试一试 那呢 就记住 不要胡乱猜测 不要听朋友说 任何的 另一半的说话 就是有时呢 可能因为一些什么说话 朋友告诉他 那样的 哇 你不知道你的男朋友 那样啊 你老婆那样啊 之后呢 亂相信人呢 有时呢 就会变成了 又是无端端吵架 那就想生小朋友呢 那今年呢 都是一个机会来的 那因为呢 就是会见到 属虎的人的子女公 就是这个 红联天起星 那所以呢 如果你想去生小孩子的话 是完全可以的 那当然啦 比较 就是年纪轻一点的 那些虎仔虎女呢 那如果你不想有的话呢 那那反而呢 我建议你避孕咯 那个 summary呢 就是如果今年呢 就想转工啊 各样东西呢 拓展海外市场 完全可以 那想转运的话呢 就可以去一转旅行 就是远的地方 是没问题的 那今年 属虎的人 生小朋友 就是最好的机会啦 那然后想脱单的人呢 就是今年 都没有太大问题的 那我建议你多做善事啦 積覆啦 破财党灾啦 记住 因为有六分星 即是六全星 是代表你的物质啊 即是钱啊 各方面都挺丰足 但是不代表你要 立刻买东西的 那到最后一个生肖啦 就是属虎 属虎的人呢 今年就 真是不好意思 都是叫犯太岁的 那连续犯了两年太岁啦 那今年呢 为何又是犯太岁呢 那你要记住 犯太岁这个 term呢 是统称来的 真正呢 叫陆海太岁 那陆海呢 真是你知道啦 特别容易是会害到你 就是可能被人害了你 陷害你 就是这样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多数呢 海太岁就是一个叫做 人際关系的问题 那所以呢 是不是真的那么严重啊 就是这个犯太岁 哇 是不是很害怕啊 就是好像 啊 就是 没有了没有了 那不是咯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今年呢 根本你都不是说最主角的主角 就是我都说今年的主角是龙 和狗嘛 那你呢 只不过是配角而已 就是后面那些来的 就是在那儿看着那套戏發生的 但是呢 就好像很想演不到你 OK 不入楼的 记住呢 就害太岁呢 那其实就是要特别要注意健康 不久就知道 这个 遲些会讲 人呢 不要轻视 或者是一些 就是种种的问题 不要太过轻视一些问题 还有呢 有些人呢 是可能是会真是害了你 都不出奇的 所以其实呢 最复杂呢 都是一些人制关系 好了 因为熟兔的人呢 去今年的事业工呢 就是回合到这个天月星 和太阴星 那就是太阴星呢 是比较旺一些女士的 就是可能看今年 那些套的女仔 她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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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的事业困呢 是比较强过男士的 那之后 天月星呢 就是天月贵人 那所以呢 就有贵人呢 是可以帮助到熟兔的人 那然后呢 就 因为有羊印 羊印呢 就代表是 有时个人比较武断 一些 就是比较果断一些 但是有时呢 果断的 反面就是武断 就是有时 好像不听人讲 那样的 所以记住呢 做任何的决定呢 有时不要太过冲动 不要太过武断 就是你说下决定的 那些那些 那些就要小心一点 那就 其实吉星呢 本身自己的 功位 是没有吉星的 幸好回合还可以 OK 回合还可以 那所以呢 都未至于说 完全没有鬼影出现 那还有呢 就 事业上呢 和工作上呢 我觉得是比较强势一些 我刚才说过呢 就说感情 或者叫人际关系的问题 是比较多的 所以 和另一半呢 会不会是吵架呢 是绝对会的 所以呢 和另一半呢 那六害呢 是特别容易会有第三者介入 所以呢 就记住呢 人与人之间那些 误会呢 就很多时候呢 就是有时你和那些人 走得太close 而引起的 那所以呢 就另一半可能会妒忌 或者叫怀疑 或者甚至乎呢 可能是不喜欢 那呢 记住如果你的另一半不喜欢的话呢 就自己要醒目了 那 那单身的人士 不需要说特别理会的 不过 都要小心呢 就是你可能会介入 一些 已婚的人士 就是已经有伴侣的人 就是你自己做了小三 都不知道 那就虽然呢 这个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那然后呢 就这里呢 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会很容易 就算没有第三者的问题 很容易是会 大家会炒架 OK 就是会有少少 不要亂恐着开平 就是自尋烦恼 那然后呢 就如果是单身的人士呢 就其实呢 都有少少叫做 因缘的 但是就宁缺莫浪 还有呢 小心呢 网上有些叫做 是被骗的 的一些机会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就有时呢 可能是 也不是这样的 或者甚至乎呢 可能你要看清楚 那个人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那投资方向呢 就今年呢 海泰税的冲击呢 就 所以财运呢 就不一样 但是呢 就喜欢投资的你 就不要太过进取了 就太过高风险 或者一些叫做 是太过进取的 投资组合呢 不是太适合你的 而且 嗯 就很厉害相信人 记住 就是那些人害了你 就可能你听了你的朋友 不知道说 我最近买了些什么 我赢了很多 就是你好像很想去 这样赢呢 但是偏偏不知 你跟着买跟着头呢 就是会算 所以记住呢 这个是要很小心 陆海出现呢 所以呢 既然人家容易害到你 那你不如靠自己 靠自己 靠自己最好 然后呢 就做好这个 risk management 就是有什么风险呢 自己评估 那呢 今年的 summary 就是熟土的人 今年财运一般 那投资的方向呢 就不要太进取 那会合到这个太阳太阴声 那所以呢 其实呢 我就会觉得呢 女士呢 是会比较 就是运势比较强些 那男士都是ok的 那还有呢 就要注意一下呢 就 和从口出 那就 可能会是有少少的是非 就会这样引起 而且呢 就不要尽信 别人给你的意见 无论是专家 都是要自己去分析一下 或者叫自己去做一下功课 那还有呢 就容易看好上授片 无论感情 金钱 各样东西都会是的 那还有就记住呢 就长辈啊 各样东西都要去注意一下 他们的健康 那就 幸运颜色呢 就会是 黑灰蓝 白色 那然后呢 就吉祥的数字 就是146 和9 喜欢这条片的 记得要like share 和subscribe 还要按下个铃铃 一有新片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了 什么 那就是 有新片 的 词 词 词